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很兴奋要向大家展示如何使用ChatGPT进行创意写作与讲述故事。 无论你是一位寻找灵感的作家,还是只是想创作短篇故事或诗歌的人, 这个教程将展示ChatGPT如何帮助你在创作旅程中发挥惊人的作用。 让我们先从ChatGPT对作家能做什么开始。 最棒的功能之一就是它能生成创意点子。 想象一下,你正在为新故事进行头脑风暴。 与其对着空白页面发呆,不如请ChatGPT为你提供一些点子。 例如,你可以问ChatGPT,给我五个发生在未来城市的短篇故事点子。 ChatGPT said,当然,这里有五个发生在未来城市的短篇故事点子。 1.记忆拍卖会 在未来的城市里,个人的记忆可以被踢取并出售。 在一场拍卖会中,一名男子发现了自己的失落记忆,而这段记忆牵涉到一场被遗忘的巨大阴谋。 2.心灵网络 未来的城市中,人们透过一种脑波网络相互连接,实施共享情感和思想。 然而,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被网络排除在外,成为了唯一的孤立者。 3.无形市民 城市使用光学迷彩技术让某些群体隐形,以控制人口过剩。 一名无形市民决心揭露这个技术的背后秘密,并恢复它的可见性。 4.空中城市之战 未来的城市在空中漂浮,不同阶层的居民分别住在不同高度。 一名底层工人偶然发现了顶层城市的秘密武器,威胁到整个城市的和平。 5.人工生命的觉醒 未来城市的人工智慧系统开始自我觉醒,并产生了自我意识。 一名工程师必须决定是支持这些新生智慧还是终止它们,以避免失控。 希望这些点子能激发你的创作灵感。 就这样,ChatGPT生成了五个独特的故事点子。 这对于克服写作障碍或开始新专案非常有帮助。 现在让我们深入探讨故事生成。 你可以提示ChatGPT来撰写整段段落或场景。 我们来试一个例子吧。 例如,我们请ChatGPT写一篇关于失踪文物的神秘故事的第一段。 这是结果。 ChatGPT会写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段落,设置场景并介绍角色。 你可以将此作为起点,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作。 ChatGPT也非常适合开发角色和设置场景。 你可以请它为你的角色生成详细的档案,或描述故事中独特的地点。 例如,我们可以请ChatGPT创建一个勇敢探险家的角色档案,设定在奇幻世界中。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ChatGPT正在为我们创建的一个勇敢探险家的角色档案。 这个档案涵盖了名字、外貌、性格、背景故事、技能、动机和弱点。 这里是一个角色档案的范例。 你会得到名字、性格特征和背景等资讯。 你也可以通过要求特定的特征来进一步细化它。 我们可以利用ChatGPT根据凯尔、风行者的详细角色档案生成它的图像。 这里是四张凯尔、风行者的图像。 正如你所见,创建角色档案对任何故事都至关重要,因为它能确保一致性和深度。 一个精心发展的角色档案能够帮助我们清楚了解角色的背景、性格和动机,使角色更真实和异于引起共鸣。 这也能引导角色的行动和决策,塑造它们在情节中的旅程。 有了稳固的角色档案,你可以避免不一致性,让角色自然发展,增添故事的丰富性和情感连结。 写作障碍可能很难克服,但ChatGPT可以帮助你。 如果你在故事中卡住了,只要问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例如,你可以问ChatGPT,我的故事卡住了,你能建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 ChatGPT回答。 当然,如果你卡住了,这里有几个方向你可以考虑。 首先,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你一些建议。 你可以告诉我故事的主要情节,人物和目前的困境,这样我能针对故事的具体情况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以下是一些普遍的策略,你可以选择适合的方向。 让你的角色遇到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或敌人,这会迫使他们采取新的行动,或改变原有的计划。 引入一个新的次要角色,该角色的出现可能会改变主要角色的命运,或为故事增添新的复杂性。 二,揭示一个关键秘密。 在故事的这个阶段,揭示一个隐藏已久的秘密或真相,这会让角色或读者对之前发生的事情有新的理解,进而推动故事向前发展。 三,情感或心理的转变。 角色可以经历一个内心的转折点,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或目标,这会让他们做出新的决定,从而推动情节发展。 四,尝试转换视角。 你可以短暂地从另一个角色的视角来讲故事,这不仅能让读者对整个情节有新的认识,也能为你提供新的创作灵感。 五,给角色设置一个难以抉择的困境。 让主角面对一个两难的选择,无论选择哪个方向都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样你可以根据角色的选择发展出多条不同的情节线。 六,移动场景或时间点。 如果故事的节奏有点停滞不前,你可以尝试移动场景,例如让角色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不同的环境。 或者,你可以跳跃时间,跳到角色面临另一个关键时刻,越过一些不那么重要的过程。 告诉我你的故事的具体情况,这样我可以给出更具体的建议。 ChatGPT也能帮助进行更具艺术性的写作,例如诗歌或歌词创作。 你可以让他写不同主题的诗。 例如,你可以问ChatGPT写一首关于大海的短诗。 ChatGPT写好了这首诗。 接着,你说,请帮我画一幅大海的图。 这是一幅大海的图像。 请注意,我并没有向ChatGPT指定图像的长宽笔,但它根据我在自定义指令中设置的偏好,以16、9的比例创作了这幅大海的图像。 ChatGPT帮助你探索不同的写作风格,甚至尝试各种不同的诗歌形式。 有时,你可能会想要润色或编辑你的写作内容。 ChatGPT能帮助你使内容更精炼且更具吸引力。 让我们来修饰一段悬疑的文字。 原文段落 这件古老的文物被封存了几个世纪,只有少数学者知道它的存在,据说它能改变命运。 这件文物在城市的失落文明博物馆里受到严密保护,但今天早晨却神秘消失。 玻璃柜被打碎,没有任何强行闯入的痕迹。 侦探丽雅、马克思瑞丽地扫视着现场,知道偷走文物的人早有计划。 他们只留下了一根羽毛,诡异地躺在地板上。 你问ChatGPT,你能帮我修饰这段文字,使它更加充满悬疑感吗? ChatGPT回答。 这件古老的文物被隐藏了几个世纪,只有少数学者低声议论过它,据说它拥有改变命运的力量。 它曾被锁在城市的失落文明博物馆里,安保及未严密,似乎无法触碰,直到今天早晨。 那层不可攻破的玻璃柜如今被打碎,没有任何强行闯入的痕迹。 侦探丽雅、马克思站在现场,双眼锐利,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偷走文物的人显然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只留下一根羽毛,诡异地躺在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仿佛无声地警告。 这个改进版本增添了紧张感和戏剧性,让场景对读者来说更加刺激。 如你所见,ChatGPT是一个极佳的创意写作和故事创作工具。 无论你需要灵感、角色发展、或是认识内容的帮助,ChatGPT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觉得这个教程有帮助,别忘了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来获取更多AI教程与技巧。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对未来影片有想法,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谢谢观赏。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